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 中国多地相继复工复产 扎根于陕西的台资企业 在当地政府与企业资深的共同努力下 开始按下复工与生产的快进键 记者从陕西省台办了解到 目前在陕台起复工率已达95% 冠杰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是西北地区首家整机终端产品制造商 主要从事数字电视机及其半成品 套件 模组及零部件的研发 设计 生产和售后服务 记者在该企业生产车间看到 经过光学磨片装配 自动高压测试 共振测试 自动风箱等生产流程 一台台电视从生产线上组装完成 因为疫情在二月份 我们是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三月份 在生产材料能保证的情况下 我们在百业班都忙载进行 所以有弥补了二月份的疫情损失 总体来说我们2020的第一季度的生产 生产这个产值 同比2019我们可以甚至会超过 目前该公司已恢复三条线生产 一季度产值3.75亿元人民币 在咸阳高新区重创空间的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 来自台湾高雄的卢芳志正与同事调试产品 他们公司主要从事换灯及投影设备的技术研发销售等 受疫情影响 卢芳志的公司生产成本有所上升 产品的利润也有所减少 对此创业基地对公司办公区与工厂的房租进行了减免 同时对员工宿舍也给予了一定补助 这些举措对卢芳志的公司助力不小 对于不少西安年轻人而言 来自台湾的创意混搭陕西的文化 使得主营冰烙和糕点的闪十三 从众多饮品店中脱颖而出 油泼辣子等特色口味冰淇淋的走红 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闪三在西安一共有七家门店 在疫情前特别是春节前 人流是非常大的 整个疫情过来之后 我们是在工厂是在2月28号开始复工 各门店陆续在3月初开始复工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已经逐步可以达到历史的30%的营业额 不过每天都能看到这不断地在挣扎 海滨称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企业面临员工工资 房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 但已按下启动件的复工复产 和逐渐上涨的营业额 让它心里变得越来越踏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